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豪杰训练中心周主任 我今天的主题是延续上周的话题 藤校的门槛对于华裔的学生而言 为何那么难以跨越 在前面四周 我们已经详细的分析解释给家长 为什么藤校或顶尖的私立大学 在征选学生的过程中 把论文和面试放在重点评估项目中 而不是华裔学生和家长 眼中重要的学业成绩项目 今天我们要做一个总结 想要进入藤校或是同等顶尖的私立大学 除了论文和面试之外 还有什么重要的项目 学生应该要非常的注意 并且取决于学生能否通过考验的另外一个重大关键项目 答案是 学生应该要从进入高中九年级开始 把自己未来想要申请的大学 做一个详细的研究 彻底了解这所大学一切的细节 包括校园内的设施 科系文化等等的一切 并且参加大学的学生导览 学生并且要开始对于自己有一个全盘的了解和认知 想想自己适不适合这所学校 给予自己非常肯定的理由等等 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主动出级才能把自己和要申请的这所大学 在申请过程中做好无缝接轨 开始推销自己和大学做交易 顺利的争取到录取通知书 Matriculations和高额奖学金 Scholarships 讲到这里 家长会问 周主任 我的孩子都不知道会不会被这所大学录取 干嘛要花这么多时间去做research和student tour 家长们 请不要引导您的孩子这么年轻就这么功利 如果孩子不对自己想要申请的大学呢 做足功课 经过详细的research 来了解这所大学的细节 参加大学的学生导览student tour 他如何在各个大学的论文中呢 写出详细的感觉 想法和预期 自己是否能够和这所大学 无缝接轨 成功的为自己争取到录取通知书 在华裔的社区里面 有97%的学生都不了解 想要进入顶尖的私立大学 做足详细的研究 research和学生导览 student tour 是多么重要的项目 大家在念完 11年级的暑假呢 有许多华裔家长 不把时间放在申请大学上面 还在补AP课程 花大把钱去参加大学的summer camp 送孩子去国外参加义工活动等等 这些在华裔社区里面 人人趋之若鹜的行为 在那些顶尖大学招生委员会的眼里 就是一些典型的华裔父母 花大把金钱 想要造就孩子的未来千篇一律的人为因素 非常的不切实际的行为 各位家长 花钱能够帮助孩子做到的项目呢 在大学招生考官的眼里 都是微不足道 没有含金量的项目 唯有透过孩子自己的努力 争取到的项目 比如透彻的研究大学的细节 参观学生导览 了解大学校园内的食、衣、住、行、娱乐等等 思考往后自己四年大学生活校园内的点点滴滴 在大学申请的过程中 透过论文展现自己的智慧 Intelligence 以及对于这个大学的兴趣 Interesting 在面试中呢 让大学考官见识到自己的谈吐 应对 气质和教养 用优雅的语言和考官沟通 展现自己的深度 Deepness 传递一个讯息给考官 我是你们极力争取的学生 I am the student you really want to recruit 这样的孩子呢 在申请大学的过程中 努力推销自己 和大学做交易 Make a deal 展现自己的能力 智慧和深度 才是那些疼孝和同等顶尖私立大学 给予高额奖学金 极力争取成为大学申请真正赢家的孩子 他们大学毕业以后呢 职场生涯就业或创业一定会成功 并且是做领导团队精英的年轻人 成为人生胜利主 感谢您的浏览 我们下座二 同一时间再开始 另外一个有关大学的话题 豪杰的大学申请 训练课程 如何引导帮助学生 成为大学申请 真正的赢家 祝福大家幸福健康快乐 再见